好了看到国道明年初要开始改为继承收费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昨天就提交四种费率试算到立法院 江部长毛日国就强调一定会有免费里程 而初步规划免费里程长度5公里 超过免费里程之后开始继费 举例来说台北交流道到五谷交流道总共8公里 前面5公里不用付费 但是后面3公里每公里费率0.9元 用力的人必须要付3块钱 而国一全程372公里 继承收费之后拟收330元 另外目前特定节日等连续假期 高速公路全线会暂停收费 而明年继承收费之后 暂停收费措施就有可能会取消